战友们 网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6月11号 星期六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 6月8日 仲夏时节 习近平总书记赴四川考察 这是党的十九代以来 总书记第二次到四川考察调研 一天时间自梅山至宜宾 不如掉田看殃苗长势 走进乡村画街市振兴 考察三苏词谈文化自信 遥望三江口查长江生态保护 走进高校调研就业问题 深入企业鼓励自主创新 一路调研 一路思索 指明方向 坚定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 都是拼出来的 同时我们不能满足于此 还要勇往直前更上一层楼 新的征程上我们遇到的困难还会很多 我一直讲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要准备迎接挑战 接受考验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 就是这样推着国家往前走 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头版文章 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纪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赴河南考察调研 就粮食生产 黄河治理 中部崛起 干部作风等提出要求 为河南发展指明方向 劳记总书记嘱托 河南埋头苦干 闯关探路 努力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大地更加绚丽的篇章 今天的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 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南 正在新加坡出席第十九届 香格里拉对话会的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6月10日与同期参会的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 魏凤和说 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 这也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 美国必须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 不要攻击抹黑中国 遏制打压中国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搞好 稳定两军关系 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两军应当避免冲突对抗 魏凤和强调 台湾是中国台湾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搞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 美方日前再次宣布 对台军受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中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应邀对新加坡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6月9号下午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举行会谈 6月10号下午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见 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形势 南海问题 乌克兰危机等交换了看法 6月上旬第72集团军谋履电子对抗联新一期龙虎榜公布 下市王浩然荣登榜首引发官兵热议 与此同时多次位居榜首的训练尖字二级上市王健痛失冠军 新秀原和反超 这一结果源于该里近期组织的一场战备演练 据考评员王瑞豪介绍 演练中王健常规操作表现出色 遇到临机特型和突发情况时 却因处置不当扣分较多 反观王浩然 他的操作技能虽不如王健过硬 但面对突发情况能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最优解 展现出了过硬的战备素养 这一出色表现让他的成绩最终超越王健高居榜首 落榜的王健与王浩然交流后 认识到自己存在操场思维 训练与实战还有差距等问题 王浩然虽然荣登榜首 但也清楚自己在专业技能上存在不足 便主动向王健请教 最终两人结成互助队子 共同进步 全面提升 完成科目用时最短 为何屈居第二 不久前 武警四川总队某支队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 该支队特战中队中式胡科学低资扑服突破火力封锁 成功规避敌人侦察 快速到达目标点位 与胡科学表现不同 刘洪涛在快速前进的同时 根据身旁障碍物特点 不断变换战术动作 适时抓住战机 瞄准射击 计时器显示 胡科学在所有参赛者中 完成科目用时最短 刘洪涛完成科目速度仅次于胡科学 然而裁判组最终评定刘洪涛获得第一名 裁判组评委道出缘由 如果只看速度 胡科学确实赢了 但战场上并非只比速度 在考虑速度的同时 更硬想想实战的要求是什么 胡科学虽然速度快 但只考虑躲避障碍物 没有考虑如何依托障碍物消灭敌人 而刘洪涛在观察敌人位置 判断战场环境的基础上 注重依托障碍物 选择最佳位置射击 这种攻防结合 紧贴实战的意识 是他获平第一的原因 裁判组的实战化解读 深深触动了胡科学 也激励了该支队官兵 束劳实战意识 从赛场思维 向战场思维的转变 5月13日 在山东省辽城市东阿县刘吉镇 孙郭村 97岁猎属葛明之 收到丈夫夏洪颜画像的同时 还收到一张迟到70多年的结婚照 为葛明之夫妇画像的人 名叫林雨晖 2017年退休前 是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 视听室高级工程师 首席模拟画像专家 一级警督 并担任国际形式科学法庭画像专家 退休后 林雨晖制定了一个特别的双摆计划 免费为100个备馆儿童 100位无留存影像的烈士画像 为了弥补影像资料的不足 刘雨晖只能通过大量走访获取素材 几年来 他走过十几个省份 走访了400多位烈士的见证人 还经常到偏远乡村 现地巡访 接触的委托人越多 林雨晖了解到的烈士故事越多 画像是铭记 精神在传承 林雨晖说 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值得更多人来做 长期做下去 这是一封饱含爱意的家书 更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殷切嘱托 2017年 杨青考上大学后报名参军 成为原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的一名战士 四年后 他的弟弟杨涛追随姐姐的脚步 入伍到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 前不久 姐弟俩相互鼓励的通信 在新媒体刊发 母亲王秀玲看到后 写下留言 我亲爱的孩子 你们是妈妈的宝贝 也是祖国的卫士 妈妈为你们骄傲 言犹未尽 王秀玲提笔给儿子杨涛写下一封信 鼓励他安心服役 建功景营 经过本人同意 读者之有版推出几封家书 以想读者 清晨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从广西南宁连亲保障部队 第九二三医院的一间病房传出 躺在病床上 105岁老红军郝毅 慢慢睁开眼睛 静静地聆听每一个音符 郝毅的小儿子郝中武说 这是父亲最喜欢的歌曲 父亲说过 这首歌他还是个战士时就爱唱 唱了一辈子 喜欢了一辈子 八十多年前 红军战士郝毅 行进在长州路上 跟着队伍唱 离休后的三十多年间 红军爷爷好意走上讲台 带着孩子们唱 如今躺在病床上的好意 默默地在心里唱 这段曾响彻雪山深处 茫茫草原的旋律 他会永远唱下去 今日老兵天地版 带您走进 105岁老红军好意的 军旅人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了解更多资讯 请都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